大家看到這裏有些護園,這裏是三色的護園 還有這裏是自家製的蜜漸白果 還有這裏有些在雜貨店買的麩皮 用來煲糖水就非常之正 不用加的,我這裏我想加三份一包都夠 這裏買了二十元而已 另外還有冰糖,冰糖因應自己喜好的甜度才決定下 不過就不需要一早下,可以遲些下都可以 這裏還有十二隻的鵪鶉蛋 我一會兒就會煲熱煲滾水 然後就把鵪鶉蛋逐隻逐隻地放進去,去煮熟 這裏還有一些我預先已經發好的花膠 當然了,喝糖水當然不需要花膠 一會兒我會煮幾塊花膠 然後就剪碎一點點,就放進去 應該在這個糖水有了花膠之後 如果你說加了一些椰奶就更加好吃了 好,現在我們就把腐皮放進去 在家裡抽大約三分之一 一半都可能多 好,把腐皮放進去 我們用大火 把腐皮放進去 煮至匀變化 好,先把腐皮放進去 現在要把腐皮放進去 煮至稍微變化 現在要煮至十五分鐘 用大火煮至十五分鐘 現在我們把花膠放進去煮一煮 放入鱿鱼蛋。 還有芋圓。 放入烤箱。 由於我們的花膠是比較薄的,所以不如煮得太滑 一邊煮,一邊攪拌 我們還要加糖,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還未加糖 因應自己喜好的甜,要加多冰糖 我不是喜歡吃很甜,但我女兒也喜歡吃很甜 所以我放了大概六塊的冰糖 稍後也要試一試味 可以煮一下 一碗很濃郁豆漿味的糖水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花膠腐皮夾蛋護原,白果糖水 其實我在想,叫它白果還是銀杏呢? 不過沒什麼所謂 又有花膠,又有銀杏,又有鵪鶉蛋 還有護原,三色護原 冬天吃這碗糖水就非常暖和美味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先出去吃了 對,也有植李 也有鵪羹 看看